跟三个男生合作快一个月了 昨天终于知道 我失忆之前 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啊 零人关系 小乔 妈可算找到你了 妈 可 可我是孤儿啊 你这丫头 怎么连妈都忘了 妈 你怎么来了 什么 少语 妈可想死你了 少语 我们不是一起在福利院长大吗 妈 小乔她失忆了 小乔 这是福利院的吴阿姨 是她把我们养大 也是你先叫她妈妈的 小乔怎么哭了 想妈妈了 来 无疑抱抱 以后无疑就是小乔的妈妈 好不好 我 我想起来了 妈 我记起您了 小乔你怎么失忆了 伤到哪了 疼不疼啊 妈 我没事 都失忆了还没事 你 你干什么 告诉你 想起小乔 必须经过我同意 啊 谁 谁要去跳 得了吧 就你看我们小乔的眼神 你长得帅也不行 我们少语也不差 妈 无聊 等一下 怎么 你小时候来过福利院 那个要领养小乔的小男孩是你 什么 没想到你心情这么好 就是你 自如我们建了新的福利院 跟三个男生合作的第二个月 今天 我偷偷溜回来了 小乔 小乔 这是露娜 你好小乔 白起 我偷偷回来的 只能住在这里了 这没有空房间了 我帮你订酒店 正好跟小乔住 女孩子之间一定有话题 少语你干嘛呢 小乔 你快过生日了 我试色号 想给你买根口红 少语 你对小乔真好 你们不会是 别瞎说 讨厌 少语 你用的谁的口红啊 白起的啊 啊 白起 那些口红 是你买给我的吗 那个 你真好 怎么越擦越红啊 少语 白起之前说 我和她是恋人关系 可露娜 说她和白起订婚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什么 你闹够了吗 我们已经分手三年多了 你以前都不会这么对我 都怪我小乔 不管有没有小乔 我们都不合适 白起 你跟沐小乔没可能的 如果她当时够喜欢你 就不会听安泽的话 听安泽的什么话 努娜大姐 喝绿茶吗 不要 哦 绿茶不要 白起 沐小乔失忆了 她都把你给忘了 如果小乔愿意想起来 我就帮她找记忆 如果她想忘记 那我就让她重新认识 还有这些 小乔 这都是我派给你的 白起 沐小乔 你不会这么容易 就被感动了吗 是一后跟三个男生 合作的第二个 关系越来越复杂 你们越来越帅了 有没有想我呀 小乔乔房租 包猪婆 你要收租的话 发个微信就好了 找你们微信太难 包猪婆 为什么我洗头洗到一半 就没水了呢 你跟谈了四年的女朋友 分手了 她喝奶茶要加珍珠 太浪费了 所以我就把她甩了 我是渣男 渣男 你一米几 一米七一 你长得像无厌祖吗 有梁朝伟忧郁的眼神吗 有彭于晏昏然天成的腹肌吗 有安泽的声音吗 谁找我 都没有 那你有房有车有存款和每年一个月的带薪休假吗 也都没有 就你也配做渣男 渣男都应该像少女和白鸡一样 除了不爱我什么都好 所以你该干嘛 那我去找她和好 你不是渣男 你是人渣 别去怀害人家姑娘了 马上办理我的房子 都快也不要死了 直接剃掉吧 不不不 哇 包猪婆你好酷啊 别以为这样就能免你房东 我接个电话 马上把房租转给我 转完了 好 我去告诉包猪婆 刚刚我把邻居赶走了 她是你姐姐派来观察小桥的 随时等你吩咐 安泽少爷 什么